上班族就行 身體痠痛免煩惱 超簡單辦公室健康操 一次搞定教教你 現在這個健康操要怎麼做呢 對 因為剛剛講 其實就是含蓄的動作 其實就是我們在自己的 小空間裡面用一張椅子 大概就可以辦到這些事情 譬如剛剛講的肩頸 還有就是腰背等等的地方 大概會教大家幾個伸展的方式 如果是肩頸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是我們最常 會有一些痠痛的問題 斜方肌就是這一塊這樣子 那斜方肌要怎麼去伸展它 其實大家常看到的一個動作 你把你的右手 然後往你左邊的耳上這樣子 就是放在耳上 然後就是往右側 這樣子進去拉伸 那你可以就是從這邊數 一 二 三 四 一 斷了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後經過十秒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原位 然後再改另外一側 對 那當然就是左右的話 就可以就是大概各三輪這樣子 那這是屬於斜方肌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去伸展 我們的這個 就是後頸的地方的話 那同樣也是 就是我們把兩隻手 就是食指這樣子交扣 然後放到頭的後側去 那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你不要彎腰駝背 然後就是胸 胸廓這邊盡量就是是打直 然後挺出的一個狀態 然後就輕輕地把你的頭 往前這樣子按壓 然後在按壓的過程 千萬不要駝背 就是保持是屬於上身 是直立的狀態 大概這樣子 然後經過個十秒 或者是十五秒 也是同樣的三輪 那這是頭頸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 腰跟背的部分的話呢 大概就是 大家可以嘗試這個動作 首先也是就是先直立在 大家可以發現 這動作真的都是 可以非常 低調的去進行 對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首先就是 先把手扶到你的椅背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隻手的話 先就是擺在大腿側 然後就這樣子 固定了這個姿勢之後呢 再進一步的再往 再往這個同一個方向延伸 然後這時候就把你的 另外一隻手 就是扶到椅背這個地方來 然後就盡量壓伸 不是 去拉伸你這個 這一側那個肌肉 包含了背部 然後還有腰部 那你後面的同事會不會覺得 你為什麼一直在看他 對啊 因為這個動作不太低調 你可以邀請他 你可以邀請他一起 或者是假裝要拿個東西 就十點高 全部往後轉就對了 對 那同樣的話也是 就是另外一側 就是也可以就是用 同樣的方法去做一些拉伸 這樣子 那這個主要是針對於軀幹的 就是背部以及腰部的一些放鬆 是有幫助的 OK 那再來呢 就是剛剛講到的 靜脈曲張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腿部的循環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就是 其中一隻腳是成九十度 這樣的狀態 然後另外一隻腳的話呢 就往前伸 然後讓你的腳背 是往上立起來的 那腳背跟小腿 就是也是打成九十度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要拉小腿後側啦 有肥腸肌的部分這樣子 那坐正了以後呢 就往前延伸 就盡量去延伸到 你覺得整個腳的後側 甚至到大腿 然後還有就是屁股這個地方 都有被拉直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 對 那注意的話就是不是往下 然後也是一樣 一直要往前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的腳 也是一樣 對 那如果說想要 在飛機上也可以坐啦 對啊 所以就是 那要坐商務艙才有段 商務艙也可以 經濟艙沒有啦 後面啦 那不然經濟艙喔 經濟艙可以這樣 就是你可以 就是這剛剛是比較強調小腿 那你如果想要放鬆 你的大腿的話 經濟艙可能這個地方 腳不需要伸太強 那同樣的一個姿勢 也是一樣往前伸 對 所以就是一些變化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比較強調是拉 就是大腿的側邊的地方 那所以這些動作都同樣 都是可以幫助你 去做一些適度的伸展 了解 對 血液循環就會比較好 好的 謝謝 謝謝